7月12日,雷迪斯,安德杰特们,爱凑热闹的文文君,又来了,今天给大家盘点的,是,北网友热搜到弗洛伊德梅维瑟,小弟大家都很熟悉吧,关于弗洛伊德梅维瑟的资讯,一直是源源不断,今天小编也来盘点盘点,八卦不停,欢乐不止。 今天的热点新闻是梅维瑟鼓励女儿炫富,18岁就拥有三块百大费力,了不起,梅维瑟鼓励女儿炫富,18岁就拥有三块百大费力,了不起,今日,前五个级别的世界全王,美国超级巨星金钱弗洛伊德梅维瑟,竟然公开鼓励18岁的大女儿炫富,看来有其父比有其女,梅维瑟本人号称金钱, 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炫耀,结果她生出来的女儿也离穿了梅维瑟的基因,年纪不大就开始炫富。 这次梅维瑟女儿炫耀的是三只豪华手表百大费力,三只手表价钱超越百万美元,算是比较涮滑的一次炫耀了。 其实梅维瑟大女儿早已炫富成风,炫耀过跑车,炫耀过现金,也炫耀过钻戒,这次炫耀的就是三只百大费力。 据梅维瑟女儿透露,这三只表价起来的价格超过百万美元,具体多少,我们不得而知,总之是价格过百万的名表了,折合人民币也是六到七百万元嘛。 前些时梅维瑟也炫耀过一款价值一千八百万美元的土豪金手表,简直亮瞎了全面的眼睛。 这次梅维瑟女儿炫富,完全继承了梅维瑟的传统,作为老爹的梅维瑟,不仅为有生气,相反鼓励女儿炫富。 梅维瑟写道,你已经拥有了三只百大费力,你才十八岁啊,了不起,让我们期待梅维瑟女儿。 下一次宣复的精彩表现,对弗洛伊德梅维瑟你了解多少,且跟小编一起看看弗洛伊德梅维瑟,别名Pretty Boy,漂亮男孩国籍,美国出生地,美国大籍流程出生日期,1977年2月24日升高,173厘米个人简介,弗洛伊德梅维瑟,Floyd Mayweather, 1977年2月24日,出生于美国大籍流程,美国职业拳击手,先后获得过五个级别的拳王金腰带。 1996年,在亚特兰大运会上,梅维瑟代表美国队,获得了一枚雨量级铜牌,同年转入职业拳团。 2005年,梅维瑟被评为年度最佳拳手,弗洛伊德梅维瑟是世界职业拳团最具拳击天赋的拳手之一,也是世界的超级拳王之一。 身体柔韧性好,速度快,脚下移动灵活,楚色的躲闪,擅长搂抱和围城打法,体力充沛,以擅长防守反击的中院距离的技术性打法而建长。 在比赛中,梅维瑟很少受伤,打完比赛,面上总是干干净净,因此大家称他为漂亮男孩,观察者望平。